2021年12月 有网友拍摄了一段 鄱阳湖野生鱼类被困的视频 只见大量鱼类在浅浅的泥水上游动 其数量和密度甚至远远超过人工养殖数量 种类也涵盖了鲫鱼 黄蜡丁 鲤鱼等等 如同千军万马出动 十分壮观 然而 由于鄱阳湖属于长江水系 在禁鱼令的限制下 众多想抓鱼的人也只能看着眼馋 更有渔民感叹 看着这些鱼死在滩上了也不能抓 实在太浪费了 欢迎来到科普启示录 我是小强哥 让这些鱼在浅滩上发烂发臭 也不是个道理 事实上 早在这个视频发出的几天后 就已经有附近的人按捺不住 去鄱阳湖冒险捕鱼了 毕竟这可是大自然送到岸上的鱼 何乐而不捞呢 于是运气好的人 一天就在此处捞上了上千斤 鱼类繁多 不论拿去卖 或是自己吃 都算得上是一笔大丰收了 如此的盛况鼓励了众多居民前往 一时间鄱阳湖挤满了来自各地的捕鱼人 可是后来的人运气可没那么好了 附近居民反映 本地的护鱼队知晓消息之后 迅速赶到现场 劝说群众将捞上来的鱼 放生到湖当中 长江本来就禁鱼 迫于政策压力 许多人只好把抓来的鱼放归湖中 许多人从外地迢迢赶来最终却落得个一场空 对此事网上展开了热烈的议论 有的人认为护鱼队的做法过于死板 放任搁浅的鱼在浅滩中腐烂 反而会污染环境 这样的捞鱼属于良性 应该被适当放宽标准 有的人认为护鱼队只是在维护禁鱼政策 何况将这些搁浅的鱼捞走 属于一种私自牟利 是占小便宜的行为 应当零容忍 双方各执一词 争执不下 到底谁比较有道理 这点还得从长江禁鱼开始说起 2020年1月1日 农业农村部宣布长江从这天开始 正式开始实行十年禁鱼计划 此前我国也在2003年起 就在断续推行该政策 只不过实行力度不彻底 每次只会持续三到四个月 这一短暂的时间 根本无法平衡其他时间段的粗放开发 加上大量难以杜绝的电鱼 毒鱼行为 长江内的珍稀鱼类被过度捕捞 已经接近枯竭 逐渐 长江内的生物链 陷入了无鱼的最糟境地 四大家鱼的青鱼 草鱼 鲾鱼 雍鱼种苗发生量 相比上世纪50年代 已经下降了90%以上 越捞越乏 越乏越捞 渔民们滥以生存的大动脉 被迫断绝 陷入了恶性循环 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 长江迟早会变成一江 不能再孕育生命的死水 到时候对中国造成的影响 更是不可估量 于是中国科学院院士曹文轩 提出了十年禁鱼计划 旨在让长江在这十年内 得到一个完整的修养 从而恢复 从前鱼米之乡的繁荣 为什么是十年 以四大家鱼为例 它们通常生长四年 才性成熟 连续近于十年 这些鱼类得以有二到三个世代的繁衍 种群数量能够显著增加 而鄱阳湖位于江西省北部 是我国最大的淡水湖 正好就下街中国第一大河 长江 自然也在近鱼的范围之内 鄱阳湖的状况 要更复杂一些 由于它是一个季节性湖泊 且湖底呈现浅碟子的形状 水深不均衡 于是每当迎来枯水期 下降的湖面水位 就会致使大片湖底土地露出 导致鱼类搁浅 这种情况 自长江中上游开始 进行水利工程建设之后 还变得更加严峻了 由于水库春冬的蓄水量大 所以鄱阳湖入江口的江面降低 在水往低处流的自然规律下 鄱阳湖的湖水 出现了大量流出的情况 另外 鄱阳湖区的五条河流 长期被沿岸工厂 农业用地所占用 其中不乏众多非法挖沙牟利者 导致了湖底的河床下移 更加延长了鄱阳湖的枯水期 长江的鲸鱼已经持续两年 好不容易让其水溪中的鄱阳湖中 恢复那么多的鱼类 这时候再放开任捞捕 这不是在开倒车吗 如此看来 护鱼队制止捞鱼的行为 是绝对正确的 不仅是在响应国家政策 更有以下两点理由 首先是为了鱼类以外的生态系统稳定 在长江还没有开始禁鱼之前 冬天的鄱阳湖也时有由鱼搁浅 而这些鱼自然是被鱼民大量捡走了 这时候 冬季候鸟赶来附近过冬 然而却因觅食无方 导致数量越来越少 鄱阳湖不仅是鱼类天堂 同时也是全世界最大的鸟类保护区 候鸟和鱼类都是长江生态的一部分 人类本来就要为了鱼类的稀缺 背大半的锅 如今如果连候鸟也不再造访鄱阳湖 生态状况只会变得越来越糟糕 更何况 吃不完的死鱼也会在微生物的作用下 重新化为有机物回归湖中 为新诞生的生命提供养分 其次 放开本次捞捕 将会助长更多的不良风气 2022年是长江禁鱼的第二年 上处在十年禁鱼大季的初期 何况鄱阳湖水位下降是正常的自然现象 如果年年出现这种情况都放任捞鱼 那么禁鱼这个政策也会变得像一个笑话了 仅因为自然现象的鱼类搁浅而开一个口子 之后的政策实行都会变得缺乏说服力 为了未来八年考虑 必须要给护鱼队的坚定维护点个赞 现如今在越来越严重的鄱阳湖水位矛盾之下 新建鄱阳湖水利枢纽工程的呼声也高涨了起来 目前也已列入了国家2020到2022年的150项重大水利工程当中 具体的规划就是建起一个水闸 在梅雨季的长江汛期敞开水闸泄洪 在上游蓄水之后下闸也要完成蓄水 从而把鄱阳湖的湖水流住 防止其流到下游的长江中去 减少枯水期对鱼类的影响 同时通过人为调整江湖关系 在鱼类迁徙和回游的高峰期直接开闸 为其专门提供通道 不过目前该工程还面临着众多的制约因素 目前推进困难 要落实应该还需要一段时间 我们只能期待着它未来 为我们改善如今的矛盾状况 你认为禁雨和搁浅的矛盾 还可以如何缓解 未来可能放开捞捕吗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交流 我们下期见